然后这些不定据的众生 里面也有顿根 也有利根 也有情精进 也有怠惰的人 那这一段是针对什么 针对这个不定据众生 也就是毛道凡夫里面 根气比较利的人来说的 他说有心习善根利物 这一些人利就是利道 他过去生 他已经有积修 所以他这一生在听闻圣人教法的时候 他能够用满怀畅快的心去接受 因为过去生就有熏习 这一生继续接受圣人的教化 他的根气就越来越利 根气利就是欲望低 贪嗔痴慢已少啊 累积他过去生所稀修 跟这一生他自我的一个调整 他确信业果报 他深信自己的一己愚动 都会为自己带来善与恶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 所以人都有趋吉必凶的一个本能 他了解善恶果报因果不空 他就会鞭策他自己去众善奉行 于是能起实善 然后这些利根的不定据众生 验生死苦欲求无上福体 延续他们过去生 他们对于什么 对于所谓三界六道的一个轮回生死 他有厌恶之心 各位贤贤我们厌恶吗 你刚开始真的要有厌恶的心 因为厌恶才会有出力心 人如果觉得我活得这样很好 你大概就没有解脱生死的一个动力 因为你贪恋这个欲戒的环境 注意你贪恋的是欲戒 连刀利天都没上 四天王天离我们很远 也不过就是一个地球天而已 出不了地球天 轮回个两世 就失掉作人的资格了 跑到三恶道了 因为有贪恋之心 就有贪嗔是慢疑的私祸 不尽快把他连根进化掉 他将来就有足够的能力 根能生这些不好的欲望 负面的情绪 在我们阿赖爷不断地扩大他的势力范围 到未来是在转世的时候 所有的言行举止 都被自己的主观意识跟掌控 所以人要厌生死苦 要求一个解脱之道 还不是求个人 要修无上菩提 还希望能够奸善天下 有这样发心的人 得知诸佛 清晨供养 修行信心 所以你自己要先发这种心念 这个念在哪里的时候 那么外在的条件就会配合 我们厌生死苦 我们希望成就自己的无上菩提 那么老天就会把善因缘拨到我们的旁边 我们就可以遇到有没有 不论哪一尊佛来人间住世 哪些佛菩萨是来大帮助到 这些善因缘我们都会遇到 遇到的时候我们就清晨供养 所谓的清晨供养 就接近这些所谓的善知识 佛菩萨或是趁愿再来的大德者 我们接近他 供养他 跟他学习 我们就有更多的毅力 就生殖在我们的阿赖爷里面 他又强化了我们这一身的根气 那未来生 我们就从一颗小幼苗 最后我们变成阿里山的神木 那这颗神木还不怕什么 还不怕风雨的袭击 因为它长在里面 因为它无形 所以累世的基修 都在灌溉这一颗幼小的种子 你荒废了一生 这颗种子 它能够开花结果的时间 就往后拉得越来越远 所以要发愿了 而且愿力要大 发愿没有告诉我们 你现在就要做到 发愿是告诉我们 我有这么样的一个大的希望 怀在心里 希望扫上天连见 然后让我的希望 它能够尽早成真 当然这个希望 是我们希望能够成就 无上不提 所以经一万节信心成就 一万节 一万节到底有多长 在经书里面常常听到节 小节中节大节 小节就是一千六百八十万年 那一定要这么久吗 其实节这个字是从印度范文翻过来 它是代表要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时间的 所以你也不必太执着于那个数字了 意思是说凡夫地要成佛 你最起码先要有一个信心成就 达到一个实性的满心位 而这一段修行的过程 它绝对不是那么容易 也不是那么短促的 它要经过一万节 我们现在如果多努力 那个时间就缩短 我们现在如果懈怠 你还未必一万节啊 只是佛讲得很清楚 即便你是断根的人 只要你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都保持精进心 它最迟你一万节就成就 那如果又顿根 然后又不努力 或者是我很利根 我很骄傲 我很好放异的时候 那也未必一万节 看自己 所以不要去自卑 我的根气不利 如果觉得不利 你现在磨吗 那如果你觉得 你就应该更加努力啊 所以不论好与坏 都可以在我们活着的时候 去做一个什么 正面的发展 只是在那边 哀怨啊 羡慕啊 那是最没有意义的一个行为了 所以 本月经就讲嘛 是信响菩萨 信响菩萨就是实性位的菩萨 十千节行十戒法 十戒法就是实善啊 十千节不就是一万节吗 然后当初实性心 你就可以出实性位咯 进入到实性的满性位 就是实住的出住了 入出住位 然后若知善有能性佛法 如果你外面结的外缘也好 你要遇到一些善知识的牵引 把你引导向一个正途的时候 说不定若一节二节 你就入出住了 所以实性位到底要经一万大节 还是可以缩短 就看自己 圣贤与我们师之交臂啊 圣贤不是来到我们身边 是他来到我们身边 我们把他当成路人甲路人影 就与我们师之交臂 圣贤从来没有离开我们 活着的 你恭敬他 如果你从他身上学到东西 那这些三教的圣人也没有走 你开卷阅读的时候 你就把自己当成 圣人的什么 一个所谓的独门弟子 这部经典是佛陀为我说 是口梦为我说 我在研读的时候 我对号入座 你就受益非浅了 所以不论是十方三世诸佛 过去的 他从来也不曾过去 那现在的就是 你有没有用 那个你称之为过去诸佛如来的教会 让我们自己现在能够成就 那现在也有一些发愿修行的人 你有没有跟这些善知识 去建立好一个良好的管道 实时去接受他的心性 如果现在该做的都做了 你就是未来佛啊 还有什么好悉悸的 所以诸佛菩萨教令发心 当你实性位的时候 你奉行实善呢 又有善知识的一个助缘了 那谁来教你发一个正确的菩提心呢 诸佛如来 可能你在读经的时候 也可能有你的奇异的一个因缘 后学提过 后学的发心就是来自于佛 我从佛菩萨那种 那种新量的广大 我第一次遇到一些特异的事情的时候 后学曾经问过机工老师 那时候还没学到 从来没有拜过你 我甚至不认为你是真实存在 为什么当我有难的时候 你会来想要帮助我们 佛菩萨就是这样子 我们人是要有交情 他不是 他真的就像我后来进道场里面 那首圣歌讲的 哪里有不平的时候 哪里需要他 你不用千呼万唤 你因缘促成 即便你不知道他 他入境此地 他也会帮你 所以不要以为 在我们现实生活里面 经典设文的佛菩萨 这固然是一个 不会消失的菩萨 那时时刻刻 只要我们那个正念在心 当我们因缘际会的时候 你也会遇到一些 比较特异的事情 当然这个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第二个 这个佛菩萨教令发心 是来自于他立 所以后学在没有求到之前 我第一个心念就是 我要学菩萨 讲过很多次 我求到的只有一个动机 我要学菩萨 我要学菩萨的广大心量 我一开始发心的观念就很正确 只是后面没有一些经典的引导 就不知道这个心要怎么样把它去扩充 让它发扬光大 虽然略为做了一些好事 也抵不过自己个性不好所犯的错 到这些年不断的研究经典以后 才约略已经整理出了一二 补强了自己 有那个心 但是没有一个正确行为的一个遗憾 所以佛菩萨的教导 这个外力来的 那还有来自于自立 以大悲固能自发心 悲心啊 当我们能够发菩提心的时候 你看人世间的众生 多么苦 贺学跟张兄讲 我们是很幸运的 因为我们不必因为疫情的一个变化 我们担心自己三餐不济 你看有多少人一文钱逼死英雄汉 我们是很幸运的 那你有没有在这份幸运之下 有那个感恩之心 你第一个要感恩就是 你要调整你自己的一个观念 你要关注到别人的痛苦的时候 回过头来想 你如此的得天独厚 有这份幸运 你有没有想过 我要怎么样把这份幸运 化为一个具体的行动 有那么一天 我有能力帮助外面的人 让他们不要受这些痛苦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你自心所起的一个什么 慈悲之心 慈是与人乐吗 悲是拔人苦 这是第一个 你自己发的心 你有爱人之心 第二个 因战法遇灭 以护法因缘 能自发行 已经进入到末法时期 过去是某一些国家独立的案情 地震啊 海啸啊 台风啊 都是独立在某一些国家 某一些区块 这一次是全面性的 没有一个国度 它是属于世外桃源 全面的扫进来 各位前嫌 那个意思你读懂了没有 你读懂了 你还有那么多非分的念头 你明白了 你还贪求那么多的身外之物 要什么 米珠新贵 你累积的新台币 有一天 讲一句粗话 贴在墙上 也不见得好看 擦屁股 你还觉得太硬 这么珍贵的一个生命 你如果真懂了这个世界 已经进入到一个 什么样的关键的时候 老天在讲 什么样的东西 给我们的时候 你很多东西就能放 即便你偶尔放了还想提 那些想法又进来 因为环境一波一波的 恶劣的变化逼近 静即是新啊 每一个静 老天都不是要降灾 惩罚众生 老天是希望众生明白 就由自取 你一堆人聚在一起 在做什么 都在传播毒素啊 我们有没有跟一堆人在一起 传播毒素 你不清净善之事 你接近恶之事 你不就在传毒吗 只是过去是无形的 现在告诉你啊 一堆人聚在一起 传播毒素 让你们保持距离 好好沉淀自己 去省思你自己 过去这段时间 你到底做了什么 你对于自己 对于这个地球 对于这个外在的环境 我们做了什么 学会了 灾就停止了 学不会 你就等着瞧 那到底学会了没有 我们都心智肚明 所以我们如果感觉到 未来的世界 将会越来越变化万千 瞬息万变 然后大部分是往负面的 在运作的时候 你就知道 世界之所以乱 因为人心不古 而我们有那一个责任 希望能够劝化人心 道之宗旨 不是这样要求 我们一贯道弟子吗 我们希望让这个正法 能够尽速地往外去流传 越来越多的人 接受一个正确的观念 懂得做人的道理 这个世界的灾难 就会越来越薄 那个氛围会越来越好 在我们没有能力 转化整个大环境的时候 你最起码先转化自己周边的 那个一个什么 那个生活空间嘛 你自己不就是一个世界吗 你的家庭不是一个世界吗 我的身心世界 如果还有很多毒素 你没有能力影响你的家庭 你的家庭进化不来 你哪有能力往外去治国平天下 都没有最根源在自己 有这样子一个希望正法继续流广 这个弘扬的心 我们自自然然会把握任何一个 可以学习 可以付出的机会 因为你知道 所有的学习付出 都是让自己再上一层楼的 一个良好的助援 所以如是信心成就 得发心者 因为有佛菩萨的一个指引发心 或者自己本身的悲心的显现 要救度众生 或者要去弘扬正法 所以你的信心就不断的再加强 如是信心成就 得发心者入正定据 必进不退 这样一步一脚印的走 到了实性满心位 就进入到实柱的初柱 正一个最少的虚脱环果 位不退了 这个叫做必进不退 你就成为正定据的众生 那个时候不论外在的环境怎么变化 我修到的心 你不会改的 到了这个位置 进入到正定据的时候 他才叫明柱如来种中 正因相应 如来种中就是讲的 实柱实行实回相了 因为初柱就位不退了嘛 你后面只会高升啊 也就是只会往上提升 那为什么讲正因相应 因为所有你的发心 所有你修行入手的方法 都可以让我们称性起修 都是步步往我们真如在靠近的 这个叫做正因相应 你步的总之是正确的 那你将来就一定什么 得正果 这个叫做正因相应 我来说